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农夫山泉的这件事 金华时报报道说农夫山泉的标准还不如自来水 这个报道是一时激起间层了 全国都开始关注冠状饮用水的品质问题 那现在事情又有了新的发展 对 昨天农夫山泉的官方微博发表了一篇声明 说已经派员上京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递交了举报信和相关的证据材料 也就是举报金华时报的虚假报道 我还记得当时京华时报是从4月10号到5月7号连续发表了76篇负面的报道 集中对农夫山泉的水质标准进行了批评 而问题的焦点就是农夫山泉执行的是地方标准 而这个地方标准是低于国标的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关于地方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内部标准国际标准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标准讨论声一片 那现在农夫山泉在声明当中反驳 说自己的产品实际上不断是遵照了地方的标准 同时也遵照了国标 现在农夫山泉就认为京华时报的做法是故意制造虚假新闻 带有主观的恶意也希望彻查 到底孰是孰非我们将会持续保持关注 嗯 嗯